长行珠宝 百达菲律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聚焦中国 专家做客 特别关注中美交流和海归话题 每周五晚七点中美连线节目 see youonair.org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邱萍 谢谢大家收听每周五晚七点 由我为您制作和主持的中美连线节目 在节目前我先给大家念个段子 我在路边等你 等着等着天就黑了 我在北京城等你 等着等着脸就黑了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却看不到你 好了 这就是一个笑话 一个段子 这个笑的是北京一带最近发生的雾霾现象 雾霾呢 使我们无法看清道路 但是呢 我们也希望呢 透过雾霾看清其背后的东西 自然的因素确实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但是人为的灾害需要及早的治理 其实呢 雾呢 我们从小到大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见过 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但是这雾的后面 如果再加一个霾字 就非常的不自然 也是非常的可怕了 那么什么是雾 什么是霾呢 雾呢 是指地层空气悬浮着大量的水滴或冰晶威力 使水平能间度降至一公里以下的空气现象 而霾呢 是指大量的烟尘威力悬浮在高空 而造成空气的浑浊 两个呢 都是看不清 但是一个是水滴和冰晶造成的 但是一个呢 是烟尘威力 所以呢 一个是无害的 自然的 一个是有害的 所以呢 霾呢 是人为的 对身体有多种的伤害 现在我们所谓对空气质量的检测呢 也主要是检测霾的浓度 也就是空气中有害悬浮颗粒的浓度 前几年呢 美国大使馆公布了北京的PM2.5值 那么呢 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重视 从此呢 PM2.5走进了中国人的视线 也许收音机前的您呢 也听说过PM2.5 但是呢 它的确切含义 还是有一点不清楚 在这里呢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PM2.5呢 是指大气中直径 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 也称可入肺颗粒物 那么它的直径呢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头发丝的二十分之一 那么小就是我们肉眼真的很难看到 虽然呢 PM2.5呢 只是地球大气成分中含量非常少的组分 但它对空气的质量和能见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与角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呢 PM2.5呢 直径小 富含的大量的有毒的有害的物质 而且呢 在空气中停留的时间特别长 输送距离很远 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的环境呢 有更大的影响 科学家呢 就是用PM2.5表示 每立方米中 每立方米空气中 这种颗粒的含量 这个值越高呢 就代表空气污染越厉害 对人体的伤害越大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PM2.5如果小于每立方米10微克是安全值 当PM2.5值呢 浓度达到了每平米35微克的时候呢 人的死亡风险要增加15% 比PM2.5是10的时候要增加15% 实际上这个数据也是相当可怕的 针对中国的情况呢 世卫组织呢也制定了三个不同阶段的准则值 其中呢 第一阶段呢 为最宽的限值 中国PM2.5目前采用的标准是世卫组织设定的最宽的限值 在这个标准中呢 它的年和24小时的平均浓度限值分别为35和75 那么也就是说 在一年平均呢 不能超过35它的颗粒的浓度 而24小时之内不能超过75 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哈 回头我们再来看看北京一月份在雾霾现象时期呢 它的PM2.5值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在一月份呢 在长达一周多的雾霾现象中呢 北京以及周边一些城市的PM2.5值已经冲到了八百 个别时候居然超过了一千 是世卫组织制定的最宽松标准的十倍还要多 可以想象北京的空气环境已经对生活在北京的人群形成了相当严重的危害 如果说北京城是一个无法生存的地方也不为过 它作为中国的首都 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哈 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大的笑话 那我听说呢 现在北京呢 驻中国的一些大使呢 纷纷要求他们的本国家给他们一些补贴 什么补贴呢 就是叫做环境补贴 就说因为在北京嘛 空气环境不好 对他们的身体有伤害 所以他们要求有一些补贴 那这让我想到了哈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邻居 我是北京人了 他是在北京南边一个北京交化厂工作 每个月呢 在工资单上呢 都有一点点钱 是叫做肺呼吸的补贴 我当时看到这个呢 其实是蛮 心里蛮伤痛的 觉得如果将来我工作呢 不管给我多少钱 我都不要伤到自己的身体 其实那个时候 我对那个人还是蛮同情的 可是今天想一想 诺大的北京 在呼吸面前 人人平等 北京的在PM2.5支 冲过800的时候 那很多人都闻到一些味道哈 北京快成交化厂了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段报道 从2013年1月12日开始 中国北方大片地区持续的雾霾天气 让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城市 都一夜之间多了一个雾都的名字 连续几天 雾霾持续笼罩京城 到处灰茫茫一片 空气质量持续六级严重污染 中央迹象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雾霾黄色预警 各地环保 卫生 交通等部门 纷纷采取应对措施 实际上 雾霾天气并非突然来袭 近年来 关于我国雾霾天气增多的报道 不时出现在报端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 1961至2010年 全国平均的年霾日数呈显著增加趋势 目前 一些大城市的灰霾天数 已经达到全年的30%以上 有的甚至达到全年的一半左右 受雾霾天气的影响 各城市的医院里都出现了病号扎堆的现象 心脑血管病和呼吸道疾病的人数明显增加 其中以免疫力较低的老年人和儿童居多 听说就是这只流感来比较严重 不舒服 挺压抑的 就这么几天的工夫 我们全家人全病了 全是嗓子疼 咳嗽 孩子发烧 然后带孩子去上医院去看病 一看那个发烧能诊人多急了 面对这种情况 一时间网络上各种健康指南 应对措施也层出不穷 听了这段报道 心情是蛮难过的 空气污染对人的健康威胁真的非常的巨大 在这时候我在网上查了查 在有一个叫做中国低碳网的 有一个文章想念给大家 这里呢讲的是空气的污染对人健康的影响 1952年冬 伦敦烟雾事件导致了上千人的过早死亡 促使人们意识到空气污染对暴露人群健康危害的严重性 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2000年世界上大约有8万人死亡和4.6亿生命损失年是由于城市空气污染所致 就说损失呢表示说短受了 就说因为污染让你的寿命减短 而研究显示呢这些健康负担并不是均匀分布的 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死亡率和生命损失年发生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心血管死亡率 约5%的支气管和肺癌死亡率和约1%的儿童急性呼吸感染死亡率 都是由大气中颗粒污染所致 欧盟的研究表明大气污染在奥地利瑞士法国三国 每年可引起4万病例死亡占人群总死亡的6% 同时大气污染还与每年2.5万例新发的慢性支气管炎 29万例儿童急性支气管炎 50万次哮喘发作相关 听听这个就是空气污染对我们人类健康的影响 北京同仁医院的呼吸科主任是这样谈他们最近的医院的情况的 我们那个急诊我去问过他们的这一星期的呼吸道的 为主症状来就诊的病人的次数 基本上是应该是一天400伤下300到500之间 这个平时相比是增加的 肯定是高的 这个比平时增加一半以上 这是最近两天的事情 那么其实说实话近5到10年来 我们只要呼吸科大夫出门诊 我们每个大夫必看的一个就是顽固性的咳嗽 这是必看 这个病例是越来越多 有些人是有有因的 比如说感冒之后 有些人你找不到有因 他说不清楚 就是一下干咳 他能够两三个月的持续下来这么干咳 我们没有一种 只能说是一种感觉 肯定是跟空气上面的东西是绝对是相关的 在听这段录音和看一些资料的时候 我个人也是蛮感慨和伤感的 我最亲的亲人也是因为长期的干咳 后来得了肺癌 最后离开了我 所以呢 在这里我希望更多的人关注环境 关注健康 使我们的空气变好 使更少的人得肺呼吸病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贺心碎迎新年老赵川菜馆 推出老派川菜系列 让您身居一厢回味家乡情怀 特推出现做生煎包四川腊肉 麻辣香肠 羊肉串十锅肥羊 江湖水煮鱼 干锅大肠 火爆腰花 毛血旺 大刀回锅肉 每晚九十更提供四川麻辣火锅 老赵川菜馆位于山景城 Muffet Boulevard 400号 电话650-262-9726 650-262-9726 李俊哲牙医博士 是湾区唯一拥有职牙假牙 两个专科学位的职牙权威 李医师担任NYU职牙专科副教授 教授世界最新职牙技术 李医师也是假牙美容专家 将于2月3号礼拜天下午1点 举办职牙假牙美容讲座 参加讲座者获赠500元优惠券 欢迎电话报名 408-830-0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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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becca Lin祝愿大家舍年快乐 More and more new listings are coming For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service Please call Rebecca Lin at 408-720-6800 408-720-6800 您现在收听的是矽谷华人电台 FM96.1 玩具历史最久 收听率最高的 华语广播电台 聚焦中国 专家做客 特别关注中美交流和海归话题 每周五晚七点中美连线节目 See you on air.org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我们继续讨论北京的雾霾现象 北京华北地区之所以有如此严重的污染 应该是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个是气象原因 那就是冬季少风污染的颗粒不能及时的被吹掉 还有一个呢是地理的原因 北京周围环山被山包围着 它在一个凹陷的地方 所以呢就是那些颗粒也是不容易及时的扩散 还有最重要的也是人为的原因 比如说现在是冬季 冬季是供暖期 那么供暖期所以呢 烧煤呀烧天然气呀这些都会造成空气的污染 同时工业的排放还有汽车的尾气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尤其是在冬季呢是大雾的天气比较多 在这种情况下呢空气会处于一种静态稳定的状态表现为风力不足 这样空气中的污染物呢就不容易得到扩散和消减 容易累积起来 正常的情况下呢 污染物的产生和扩散可以达到一个平衡 其中我在这里想重点强调的是汽车排放是主要的污染来源 北京呢近些年来汽车越来越多 增加了几百万辆 堵车非常的严重 远看呢北京就像一个大停车场 汽车们都开着engine然后都在排气 这种污染不是气象造成的是人为造成的 气象和地理的条件我们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我们可以减少人为的 实际上埋的主要成因也是人为造成的 说到汽车的排放呢 让我想到在日本 1999年日本东京约有633位哮喘等呼吸道疾病患者 状告地方政府和7家柴油汽车企业 这些患者呢基本上都居住在东京国道的沿线哈 他们认为致病的原因是因为汽车的尾气 要求被告予以赔偿 并要求呢政府对于汽车的尾气排放实施管理 后来呢日本的专家一致认为 大城市中的PM2.5的主要来源确实是汽车尾气 汽车尾气排出的PM2.5具有强烈的致癌物质 根据这两点结论 在2008年呢被告的汽车企业终于伏法低头和解 拿出了12亿日元作为赔偿给这633名患者 这一诉讼呢间接触动了2003年东京推出 日本历史上第一个针对浮游颗粒状物质 这里包括呢柴油机汽车尾气的排放的一个立法 在新法规定实施的第一天在所有进入东京的高速道路路口 以及主要的路口啊 交警都让汽车停下来 而且让他们发动那个引擎 然后用白毛巾堵住汽车的尾气出放口啊进行检查 如果白毛巾变黑了 则说明该车辆没有按规定安装过离去 这辆车呢就会被禁止进入东京 这使得东京空气中的PM2.5值大幅的降低 目前东京对PM2.5的排放量的标准是亚洲最严格的 它要求每立方米不超过35微克 刚才我说了我们北京是75 它只要求不超过35 而在美国呢PM2.5的监测也是非常的严格的 如今呢美国环保署官方网站实时公布空气质量指数PM2.5呢 是每日都有 而且每小时一次更新 网站呢通过六种颜色表示空气污染情况 绿色表示良好 黄色表示一般 橙色表示对敏感群体不健康 红色表示不健康 紫色则表示非常不健康 降红色表示危险 从那个公布的指数看呢 美国除东西部沿海一些人口稠迷的城市呢 PM2.5只是为黄色一般之外 其他地区都为绿色 就是良好 控制PM2.5哈 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了 那现在我们看到说欧盟呢 也是要求他们的所有的欧盟成员国 在2015年 PM2.5的指数要控制在20微克每立方米以下 20刚才说了中国现在是75哈 2015年到现在呢 还有两年也就是说所有的成员国在两年之内必须达标 其实这两年中国政府在环境的治理方面和开放方面是有很大的提高的 2012年的1月份 只有北京一个城市对外公布了PM2.5的数值 那么截止到2013年的1月1号 全国已经有74个城市公布了PM2.5的数值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现在的北京 这次的北京雾霾现象呢 确实引起了中国政府的相当的重视 现在我们听一段报道 把外来污染物侵入北京 导致区域污染和本地污染出现叠加 虽然北京已经采取了很多的行动 但是呢 还是很难控制雾霾的出现 这就是因为周边环境的影响和连片的污染 这种污染到底给北京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呢 接去我们再听一段录音 百坚不是孤岛 这几年百坚是那位改善大气污染了 也把一些重污染器都搬出去了 但是呢 它周围呢 都被重化工的这些省份包围着 比如 内蒙 三西 都是这个能源大省 也是排布大户 那么我们的南边这个河白省呢 它又是一个钢铁大省 它的产量占整个全国的24% 也就是说我们周围 北京的周围呢 都是一些重化工的大省 也是排布大户 所以如果北京市要治理好这个空气污染的话 没有这种联合行动 恐怕是称不难行 这个可能将来要形成一个这个机制 就是这个这个联防联控去空气质量的管理机制 说到联控哈 我想到在奥运期间 确实北京的空气非常的好 那时候呢 据听说呢 周围的像北京周边的内蒙啊 天津啊 很多的大厂哈 就全都这个停工了 尤其是排放污染比较大的厂 而且呢 提前很多日子就停工了 这样呢 才造成了就是整个在奥运期间 北京空气质量的提高 所以呢 就是如果要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 是跟周围的联动是分不开的 说到现在呢 一个矛盾就出现了 你要想提高PM2.5 把这个值变得低一点的话 你的很多的工厂就要停工 这样呢 GDP就受影响 所以呢 我们如果想GDP不受影响 就是以环境为代价的 这里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呢 是今年的PM2.5监测呢 珠三角的PM值呢 有明显的改善 尤其是跟过去几年相比 这是因为呢 他们很多的工厂呢 已经移到了内陆的地区 同时内陆的很多的省份呢 大的城市呢 PM2.5的值 确实提高了很多 也是因为人往那边去 工厂开在这边 排出了大量的废气 说到这点呢 也许你会问 难道我们的健康 和这个工业的发展 真的是只能取其一吗 中国正处在经济 高速发展的阶段 难道我们这代人 将以牺牲寿命为代价吗 说到治理环境 也许德国的经验 可以值得我们借鉴一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呢 德国急于改变战后 落后面貌 积极发展他们的经济哈 就忽视了环境的保护 就像我们在过去的十年 也是很快速的发展经济 在环境保护方面 就没有那么重视了 那个时候呢 莱茵河两岸的工厂和企业呢 就把废水直接的排到河里 致使河流呢 污染非常的严重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呢 德国发生了一连串环境污染的灾难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幅增加 水域中的生物急剧减少 垃圾堆放场周围的土壤和地下水 严重的污染 自然环境受到了破坏 民众深受其害 环境灾难使政府和民众都认识到了 人们赖雨生存的土地湖泊 以及河流不可能无限度的向人类提供资源 因此呢 人们不得不开始关注生活质量 而不是生活水平 这一切促使联邦政府不得不好费巨资治理环境 当时呢 他们流行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为环境付出代价的时候到了 我想呢 现在中国呢 也应该倡导这样一句口号 我们为环境付出代价的时候到了 德国发现了问题是怎么去治理的呢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呢 当时的西德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像目前全德国联邦和各州的环境法律法规就有八千部 除此之外呢 他们还实施欧盟的约四百个相关的法规 德国政府十六个州以及各个县政府都设有官方的环保机构 另外德国还有很多跨地区的环保研究机构 联邦政府每年的环保贷款达近百亿欧元 企业每年的环保投资在三十亿至四十亿欧元之间 德国因此已经形成了一个有近百人就业的环保产业 他们每年的环保产品的出口也居世界前列 德国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警察设置叫做环保警察 环保警察隶属联邦内政部 然后环保警察的任务就是发展环境污染时 立即采取补救行动 从化学毒素外漏到不卫生的食品销售 都是他们的管辖范围 同时他们每天巡逻或者用监测工具 检查环境的污染情况 他们一旦发现污染的现象 也会立即采取有效的手段 把污染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发现任何一条小漆泛起了泡沫 环境警察都会前往取样 凡是已经立法的环保项目 警察在其辖区内一概严格执行 比如鱼类的死亡 垃圾箱冒烟 废油渗漏 或者废弃聚集成物等等 都属于禁令之列 其实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也意识到保护环境呢 不应该只是政府的责任 也应该从我们每个人做起 而作为政府呢 也必须意识到 发展经济绝不能以健康和环境 作为代价的 否则那将是债留后代 让我们一起驱散雾霾 再现蓝天 我们为环境付出代价的时候到了 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再次感谢听众收听 由邱平为您主持的中美连线节目 如果您错过了节目时间 也可以上网收听 我们的网址是 see you on air.org 重复一遍 C是 China U是 USA 中美连线节目的网址就是 see you on air.org 谢谢您的收听 下周五晚七点见 李俊哲牙医博士 是湾区唯一拥有职牙假牙 两个专科学位的职牙权威 李医师担任NYU职牙专科副教授 教授世界最新职牙技术 李医师也是假牙美容专家 将于2月3号礼拜天下午1点 举办职牙假牙美容讲座 参加讲座者获赠500元优惠券 欢迎电话报名 2012年是对3D打印机板块概念股 回报率非常好的一年 DDD涨幅超过2600% 2万美金投资 现在价值52万美金 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 SSYS回报率高达1000% 中文投资网现在给出一个 3D打印机医疗概念股 具有行业龙头地位 股价还在后动阶段 在三块钱以下 请立即拨打 1800-958-8561 1800-958-8561 免费电话索取 哎 麦克尔 看你每次refinance 都轻轻松松地就做完了 而且利率都拿得很好耶 有什么诀窍啊 找Nancy Lee啊 她不但经验丰富 对各家银行的利率变化 审核标准都辽若执掌 而且服务抽一流 总是能及时亲自回复 每一位客户的查询 对各个环节跟步骤 都讲解得清清楚楚 我的好几个朋友啊 同事都找她做贷款 而且全都非常满意 那Nancy的电话是 408-209-0188 408-209-0188 我一会儿就打电话给Nancy 贺心碎 迎新年 老赵川菜馆 推出老派川菜系列 让您身居异乡 回味家乡情怀 特推出 现做生煎包 四川腊肉 麻辣香肠 羊肉串 十锅肥羊 江湖水煮鱼 干锅大肠 火爆腰花 毛雪旺 大刀回锅肉 每晚九十更提供四川麻辣火锅 老赵川菜馆 位于山景城 Muffet Boulevard 400号 电话650-262-9726 650-262-9726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 风险 税收 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诧询 408-689-2509 网址 www.askdz.com askdz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矽谷华人电台的节目的时间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3年的2月1号 这个1月份的股市呢 是在过去尤其是在道琼斯的工业平均指数 20年表现的最好的第一个月的这个成绩 我们在今天非常高兴的再度能够邀请到投资顾问 严继琳博士不但来谈一谈这个礼拜的股市 也要谈一谈未来的股市 同时要从股市也要牵涉到很多在运动方面 比如说是Super Bowl 还有跟股市中间的影响 还有国家的赤字的问题 到底要怎么样的解决 同时政府对于入市的这个手段 毫没有丝毫没有减轻的这个现象 这个到底会造成什么样一个股市的上升的气氛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接受您的call in的 6509682000就是我们的主播室的热线电话 如果您有重要的问题 想要听到严博士的解说的话 请尽快打电话进来 现在让我们来欢迎严博士 嘿严博士你好 周小姐你好 各位听众晚安 我们先把今天的成绩来报告一下 今天道琼斯收盘的时候上涨了149.21 收市在1409.77点 NASDAE上涨了36.97 收于3179 标普500上涨15.06 做收市在1513 要不要听听看这个月的成绩呢 好吧 好 标普500上涨了3.47% 道琼斯4.45% NASDAE上涨2.15% 今天在盘中有好一长段的时间 标普500里面的10大sector 通通是呈上扬的局面 但是看起来还是比较强势的sector呢 有保险业 有housing就是房屋类 还有financial 接着就是这个比较defensive的big pharma 制药股市还是比较强的 那这个这么强的股市看样子 道琼斯还是会挑战到2007年的那个高点的14198 不碰到那一点 它好像不会下来 那至于碰到以后又怎么走呢 颜博士 对我想这个market大概停不下来 当然我们进入二月 二月我们知道是 这一个最好的半年 六个月中间 我们说sell in may 然后在这个11月初买回来 然后这11月开始一直到4月 这六个月之间都是很强的 其中有一个weakest link 就是说这六个月里面有一个弱缓节 这个弱缓节就在二月 那我们进入二月 当然第一天开盘开得很好 可是也有可能在二月有某种程度的调整 现在看起来有调整可能还比较健康一点 所以市场我想挑战这个 before我们前面的有bear market的话 可能一定会挑战 而且会放过去这一个 1164.53这一个历史新高 大概就是2007年10月9号 创的这个新高 一定会过去的 没有过去的话 这bear market不会来的 bear market不会来 一定会过去 否则bear market不会来 但是股市呢 它就是从牛市和熊市来交叉替代 所产生的一个这么令人不解的一个市场 并且这个市场之大 全球的人民呢都为之疯狂 好 那么我们慢慢慢慢一一的来解析 这个中间的奥秘 什么样的动力把市场拉上去 什么样的动力又把市场拖下来 首先我们来看最接近现在的就是superball 这个礼拜六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有几个喜欢看足球的人 这个superball呢跟这个股市还有房市的正式开展有什么关系 从历史上来说 对今年的superball 47届 就是你们的San Francisco要对我们东部的巴特摩 巴特摩事实上离我开车只有40分钟 虽然我们在Washington DC 但是往北开40分钟就到巴特摩 这东西对决啦 那因为这个superball indicator 以前New York Times一位记者 他就提出这个superball indicator 所以现在华尔街都知道 那要替哪一队加油呢 这个简单的说就是NFC 如果打败AFC的话市场就好 所以不管你是在东部在西部 今年NFC就是San Francisco 49ers 所以我想华尔街会替这个San Francisco 49ers加油 那是这个Sunday 如果你不看或者是没兴趣这个superball的人 也许在股票做股票的人 我们找到一个理由看superball 替San Francisco加油 谢谢你哦 其实不管自己是不是足球迷 但是身为San Francisco的居民呢 都非常的盼望旧金山队可以赢 其实不喜欢看足球或者是看不懂的人 也非常着迷于这个在superball的时候 各大公司所做的广告 真是精彩绝伦 简直是赞不绝口 对有的人专门看广告 事实上我就是在看广告 是吗 他们的制作真的是这种花的心思 设计出来的非常的巧妙 好我们再看联储局到底继续还在 为我们的市场怎么样的注资 然后今天的失业率呢 反而还上升了到了7.9% 但是市场丝毫不为所动 被Nan Farm Payroll 不只是今天报告出来的 增加了15万7千人 而是对11月12月的Nan Farm Payroll的修正版 觉得非常的欣喜 这个市场是怎么了 对我们可以先提一下这个Washington Washington这个礼拜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个Fedder Reserve 他继续把这个每个月买八千八十五个Billion 850亿的这个Debt 继续要做下去 他说这个我们要继续每个月850亿来买 一直买到什么时候呢 这个失业率要掉到6.5% 那现在当然今天Jump Number非常好 可是失业率从7.8%涨到7.9% 那有的人问说 为什么会这样增加15万多 那为什么失业率还增加 那事实上原因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在统计的时候 这个Pool大起来了 也就是说求职的人多了 这个Pool大起来 所以一除下去 也就是说失业率的人比较高 那这个从华尔街来解释 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全世界都放弃找工作的 那这个Market就非常麻烦 所以Federal Reserve给华尔街 打了一个强心剂 华尔街喜欢这个Easing的Money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华尔街涨有他的理由 所以整个看起来 这一个情况 Fundamental也好 这一个Technical也好 这个市场它就是有它的理由 来让它继续上涨 当然这个Death Sealing的问题 还有Spending Card的问题 还在前面 可是现在华尔街越来 本来过去几个月市场跌的 就是因为被华盛顿绑架 那这个华盛顿这方面 现在稍微Relief的 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说在这个礼拜三 礼拜二的时候 那个Congress已经把这个 Death Sealing的问题 它现在Death Sealing 它没有把它增加 本来就是说 16.4兆没有增加 它说我们把这个Death Sealing Sustend起来 就是说先不去管它 我们可以再撑几个月 所以可能这个问题 要到5月 应该可以撑到5月19号才解决 所以华盛顿短期跟华尔街脱钩了 华尔街不在Wally Washington的事情 至少短期是这样子 所以Market告诉我们的情况 就是这样子 今天是2月1号 大家还不会想到 在5月可能会发生什么样 比较悲观的事情 可是5月通常都是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然后他如果把Death Sealing Suspend一直延迟到5月19号 越接近那个时候 大家越要担心 说不定那个时候就有重新的 让人担心的话题 说不定再度会被绑架了呢 好 颜博士 我们再看一下 自从去年年底的Christmas的Sentaclaus Rally 也来到了 今年的在1月份的前5个交易日表现得也很好 然后整个1月的成绩表现得更是很好 这三个indicator看起来 这个12年似乎不会怎么大坏 你能够觉得周乐说的太过乐观 不见得是这个样子 或者是您有另外的想法 当然我们如果根据这些指标来看 说话说个没有一个season的这个indicator 是negative的 那我们这个1月份刚刚结束 所谓的这个January barometer 这个可靠性是相当高的 相当大 对 那刚刚周乐小姐报告 然后1月份Dao Jones涨了 4.45 应该是5.77 哦 OK 好 OK OK Anyway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Dao Jones涨5.77 然后这个S&P涨了5.04 第一点 Nasdaq涨了4.06 这有点让我们觉得奇怪 因为我们不是说 Genial Effect吗 Genial Effect是什么道理 也就是说 这个这段时间小股会涨得比大股好 那应该Nasdaq最好 然后S&P 然后到这一次为什么翻过来呢 哎呀 哎呀 我们怪Apple OK 所以现在是 没有Apple 而且那S&P里面有 Nasdaq里面有 而且S&P跟Nasdaq都是 Market Weight 就是说 看它市场占有值 对 市场 市场这个市值大的占有力 所以 这个 如果光看这个Nasdaq的话 你没有想到Apple就想不出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是怪Apple 但是说法说 我们20年来从来没有看到 事实上将近20年了 上一次到一月份涨得这么好 已经要回到1994年了 那就将近20年了 所以这个Genial 我们很难在这里挑毛病 然后当然了 很多人就怀疑说 那今年这么好 那这个January Barometer可靠吗 很多人已经提出营物 我们现在还继续再想下去 因为我们要假设它很好 如果有不好的话 我们再赶快调整 我也赞成这种说法 也不能说 我不同意人家的怀疑 就是说我们假设它很好 因为所有的基本面 还有数字 还有技术方面 都是告诉我们这个indicator so far都是work的 但是什么时候要调整呢 等到风向变了 比如说现在有坏消息出来 市场却不下来的时候 就表示它还有上冲的动力 如果说以后都是好消息 市场不涨反跌 那个时候就要 真正认真的来想一想了 对 我们年初的时候 也就提到了 我提到了四点 大家要concern的问题 但是我那时候 也说了一句话 我说这个坏事情 也就是魔鬼 你看得到的话 就不会有事情 market就不会有事情 我们就怕看不到的东西 看不到的东西 但是现在的资讯都这么发达 有一个什么的风吹草动 如果美国不说的话 亚洲欧洲也会说出来 并且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盯在经济 盯在股市 盯在债市上面看 好像很少有小魔鬼 是可以遁形的 对 但是我们现在当然看不到 有什么危险呢 比如说inflation 现在也看不到 哪有inflation 对对 所以这个 那是不是会来 这个真的是不好说 也就是说像2007年 10月12月这段时间 我们哪知道这个房地产的 这个风暴会来 然后Bellstone Leman Brothers 会在一年之内 半年之内倒下去 那个我们真的没看到 那他真的来了 我们就是怕类似这种事情 现在看不到的 也许比如说这个Cyber Cyber 911 事实上我们这里 华盛顿比较敏感 国防部白宫一直出来说 我们有被Cyber Cyber也就是说911 他们911是attack我们的这个双塔 那这个Cyber 911 也就是说attack我们的Internet 我们的Cell Phone 这些东西 它一直是 国防部一直在强调 可是大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你的Bank Account 这个资料会不会不见 如果你Bank America的资料 全部不见的话 你看这事情多大 这种事情我们不相信 然后也没看到 可是官方事上 国防部一直讲过这些话的 好 刚才提到通货膨胀 可是我真的觉得 有一些物品的价格 真的是涨高了 还有呢 看到整个的经济 大家说股市好 但是经济有没有好转 我自己个人觉得 从2013年的1月 一直到现在 好像并没有很有 这个迹象的 好像说经济有什么好转 至少广告费不能涨 薪水也没有涨 但是涨的呢 是这种高级的货品 还有在比较好的 Shopping Mall里面 名店越来越开得多 所以这个好像高层 还有和低层的脱节的现象 好像还是持续的存在 像我们这边的Santana Road 对面的那个Valley Fair Mall 现在改名叫做Westfield 里头的名店一家 接着一家的开 这种奢侈品啦 也是卖得很好 价钱也是蛮贵的 但是一般的 一般人的老百姓的薪水啦 等等都没有怎么动 广告费当然也不能够涨起来 所以这个是永远是反映 真正经济的另外一项的指标 就是踢出来 让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的 我们现在的节目 面临中场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进段工商资讯 接着我们来探讨其他 非常有趣 也非常重要的议题 同时听众朋友 您的问题 我们正在等着 650-968-2000 马上回来 李俊哲牙医博士 是湾区唯一拥有 直牙假牙 两个专科学位的直牙权威 李医师担任 NYU直牙专科副教授 教授世界最新直牙技术 李医师也是假牙美容专家 将于2月3号礼拜天下午1点 举办直牙假牙美容讲座 参加讲座者 获赠500元优惠券 欢迎电话报名 408-830-0123 8-300-123 8-300-123 昌星珠宝 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 百达北历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最新限量版名表 Mikimoto 珍珠 银润光泽 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鸡 宝博 万国 宝格丽等顶级品牌汇聚 为挚爱挑选最称心完美的圣诞 及新年礼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ntle City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及苗碧达环球广场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校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llerealti.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 假座 哇 惠敏博士算对了 带一块利息又降咯 Conforming Loan 30年固定3.375 15年固定2.75 7年ARM2.625 5年ARM2.5 Super Confirming 30年固定3.5 15年固定2.875 5年ARM2.625 Super Jumper Loan 30年固定3.75 5年ARM2.75 精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里项 请速电 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gingerloan.com查询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也可登录YouTube Subscribe SVC Media 以及Facebook 搜寻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SVC Media的页面 就可以找到矽谷华人电台 各项精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严博士你好 大家好 刚才在休息的时间 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问 说在明天 邮富的资金管理公司 举办一月份的一场座谈会 怎么在今天并没有听到广告的报告 昨天也没有 那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因为已经额满了 我们在礼拜二推出这个广告之后 礼拜二礼拜三两天就有超出一倍的人数 来报名参加 所以我就决定把这个广告拿下来了 所以Seminar继续举办 但是已经额满了 就是这个事情 那关于李俊哲 牙科医生 他们是在礼拜天的座谈会 那么他们的座谈会呢 也几个月举办一次 也是一个很好 能够获得直牙假牙 以及美容各方面的讯息的 一个出处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牙齿方面 有任何需要的话 可以跟李俊哲 牙科医师来联络 OK 好的 那么颜博士 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 在2013年 如果说是有几个重要大的事件 比如说是surprise的的话 有没有一个list上面可以提醒 事先让我们先放在心上 来注意关注的呢 市场always给我们surprise 所以如果没有surprise的话 这个市场就不精彩了 所以我们随时要准备surprise 但是surprise提到这个所谓surprise 我们最有名的就是 Biron Wynne的这个 10 surprise for 2013 他每年他从这个 他以前是在 好像是Morgan Stanley 现在转到Blackstone 就是黑石集团里面 做好像五六年前 他就到黑石集团去 那今年他每年都在 差不多一月中的时候 就推出了 那所谓的十个surprise 他是从这一个 这一个社会政治经济 各方面的surprise 那所谓surprise是怎样 他是认为 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说 他不会发生的事情 他认为说有二分之一 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是他的定义 那十个surprise 你们可以大家去看 他Biron是B-Y-R-O-N 然后他的last name是Win W-I-E-N 很多人不熟的 但是我已经follow他 差不多20年 每年要看他的surprise 那十个surprise 你们自己看 其中有几个 我大概提一下 他说这个S&P 会掉下1300点 就是在今年 现在1500多点 对不对 他说会掉到1300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是surprise 那还有第二点 就是跟我对冲的啦 也就是说 我认为今年好的 我提过了 还是Energy跟Finance 还会继续好下去 那他认为说 这个Finance 今年会不好 然后第三 也就是说 这个黄金会reach到1900块 然后另外还有 最后一点 我提这几点 最后一点 就是说日本会破12000点 然后日元会reach到100块 对印美元 所以这个有趣的 如果真的这些发生的话 我认为最surprise的是 S&P掉下1300 对 因为Finance 继续好下去 也许今年受到压力 有可能 然后黄金1900 事实上也不稀奇 那日本我也判断它会很好 今年重点放在日本亚洲 12000点日元到100 也是我的 对我来讲最surprise 就是S&P会掉下1300点 如果标普500跌到1300点 那其他指数也不可能会好到哪里去吗 对他只是用S&P来做指标 当然如果S&P掉下1300点的话 这个刀将死也跌差不多 Nestate可能更惨 对 但是现在 那时候Apple就剩下250块了 哇 这个真的是 用四个字来形容 对我们十一个月以后 就知道它准不准 四个字 为言耸听 那看看它到了年底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但是我还很高兴 你把这个十个surprise 中间几个让你比较惊讶的提出来 但是不可否认的 就是2012年第四季度的GDP成长的 只有这么这么这么的少 那这个消息倒是 所以Fed出来说 他认为美国的经济的成长已经停滞 并且未来的经济不见转好 所以现在等于也跟股市有一点脱节 对这个GDP GDP为什么我们今天又涨了这么多 礼拜三GDP才说跌下来 那如果这一季再跌下来的话 那就是recession了 连续两季下跌 但是为什么华尔街 我们是这样看的 因为这个第四季的GDP 为什么是跌到那个0.1呢 因为是physical cliff的问题 我们看 对 你看那个我们这里 这个defense department 第四季的spending cut掉22个percent 相当大的 如果他不是cut这个22%的 这一个expand的话 这个GDP是差不多要1.2以上的 1.2以上 所以defense department 他cut掉22个percent 是相当严重的 那华尔街认为说 这个问题会解决的 spending照常一定会过的 所以他认为这是短期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认为 今年第一季的GDP也不会太好 但是说赤字的话 我想也不至于 OK 好的 那么我们接着就要来看一看 今天听众朋友问的问题了 第一只问到的就是 刚好您刚才提到的 Blackstone Group 这个股票自从上市以来 并没有太优秀的表现 但是在1月份 但是却是表现得非常亮丽 今天收盘的价格是19.1 它的代号是BX 对 这一个是所谓的 这个private equity 这个集团上市的第一家 现在现行看起来 就从自从年底以来 一直一直很好 也就是说make new high 所以前面看起来是不错 这financial market 因为它做的都是financial 做这个private equity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经济 财务系统的这个liquidity 各方面的这一个 比如说M&A这些activity 我们认为说这个财务还是很健全 资金还是有 这个系统 我们已经慢慢脱离过去几年 那些阴影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当然19块 至20块之间 它有一个huddle 也就是说有一个resistance在那里 压力 压力 有个阻力 OK好 City Corp 就是C 今天是43块02 会不会创新高 对 今年因为我们一直讲说 financial还会继续好上去 那它这个现行 各方面看起来也是一样 那这个我们担心这个major money center 也就是说City City Corp Bank America 这些它会export到欧洲的问题 而且在Obama administration 在regulation上面 它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这是两个可能会有负面影响的东西 所以这个group 当然我们说finance我们看好 但是我还是认为说 my regional bank还是比较好一点 就没有前面两个缺点 好 regional bank 其实我们上次的节目中 谈得非常的仔细 好 接着下面一个问题 那是问Bank America 它同样的问题 它是问了两支股票 它说Bank America会不会创新高 对 Bank America事实上跟City Bank 是一样的性质 我想刚刚解释过了 但是City Bank又比Bank America好一点 因为里面的legal settlement 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Bank America还是比City Bank问题大多 OK 下面问到的是波音公司BA 74块8毛7 对 波音就是上一次被这个 它的这个新型会计787停飞 影响很大 但是我想逢低买进 波音还是很viable的一个公司 那个问题会解决的 那已经问题已经出来了 它也被gown了 所以我想the worst is over 波音公司的worse is over 因为它的787实在是搞了很大的一个飞机 对 太多人都在批评了 好 下面一个问到的股票是IBM IBM自从它的业绩好 然后跳空上涨之后 维持了几乎10个trading day都没有下来 205块1毛8 是今天收盘的价格 对 IBM是Bellway的 这个里面就是说比较老牌 而且它有这个领导性的作用 它这个跳空是非常非常好的 没有这个跳空的话市场也不会这么强 但是我们看它能不能突破210块 因为前面210块有很大的一个阻力在那里 好 KBH就是KB Home 18块5毛2是今天的价格 对 这个KB Home 也就是说在这个Builder Construction 这个股票 我认为还是继续好下去 因为它去年这么强 那今年一开始 这个一页也是带头上去的 而且这个Housing Market 是慢慢在recover 那市场会先告诉我们 这个Market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Group 我还是认为今年应该也是Leader OK好 还是Home Builder的这个sector 刚才问到的是KBH 接着是QQQ Financial的一个service 就是关于在NASDA方面的Close & Fund 67块66.66 是它今天的价格 对 我想这个就是跟大事一路走的 如果市场好的话 它很好 那当然市场下来 我们这个判断的话 大概就是市场 对 好 就是判断市场的意思 下面一个是Western Union Company 代号是WU 14块3毛8 这个公司 你也是把它当作finance 但是这个company 我觉得问题 还是用它自己的问题存在 它的这个growth 还有它的business model 在新的世界 可能受到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还是避免好了 好 我们很高兴 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之前说的 现在市场好 也没有什么好推荐的股票 只要先不要碰Apple 就是比较安全的 好 今天再度做了一个 非常理想的访谈 谢谢你 严博士 祝你周末愉快 好 谢谢大家 各位晚安 拜拜 好的 拜拜 听众朋友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礼拜一见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但 是